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s学院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和我们排序有关的一些内容 那说到排序呢 我们可能第一点会反映到的 就是我们的有序集合 对 有序集合呢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里边的排序功能 对吧 那像有序集合呢 我们经常使用到的场景 像我们的这种大数据的一个排序 像我们这个游戏玩家的一个排行榜 包括像我们这个热门排行榜等等 但是呢 就拿我们游戏排行榜 或者热门排行榜一样 我们只会得到 假如说top10 或者top20 或者top100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排行榜中 有一万条 或者说有几千万条记录 那这时候排序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只取出前100条 这样的效果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想实现这种排序效果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redis中的一个 sought名领 其实这个sought呢 也比较强大 第四排序相关 想实现排序呢 我们肯定会用到这个sought名领 当然的有序集合这个排序 我们就不说了 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sought名领 那使用sought名领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排序 那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key 进行一个声序 或者降序的效果 按照见值从小到大 或者从大到小的效果 第一个 按照见值从小到大 或者从大到小 顺序排序 那接着你就可以这样来写 默认的从小到大 就是一个声序 sought加一个key 就是一个声序的效果 那如果想降序 是不是和我们sought中一样 key降序 加上一个deic 这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来几个例子 简单来试验一下 这个排序功能呢 在实际应用中用的比较多 叫lpush一下 test sought1 test的sought1 接着插入一点值 写上一个12 33 负的10 负的13 45 90 添加了这么几个元素 好成功 接着lpush一下 test sought1 0 负一 那看到的结果呢 并不是按照我们的顺序 按照你 按照什么呀 按照从小到大 或者从大到小的顺序 来排列的 那现在你想 对我们这个test sought这个键 进行排序 如果想升序的话 直接写 sought一下 test sought1 好 来实验一下 那默认的 这就是一个 升序的效果 升序的效果 接着写成一个asc 你看到 是不是也是升序的效果呀 对吧 从小到大 那想降序的话 直接写成一个sought test sought 1 Denc 这就是一个降序 从大到小的一个效果 比较简单 降序排列 当然呢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数值 进行了排列 对于整数可以 对于我们的浮点数也行 对于像我们的字符串呢 也可以 想对字符串进行排序呢 可以按照这个字符串的ask 码进行排序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通过 先把它写出来 sought 1 Denc 这是降序 升序 降序 对字符 这是对数值 进行排序 当然呢 你也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 字母 进行排序 通过谁就可以对字母 进行排序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alpha 来对于我们的这个字母排序 因为我们sought命令呢 默认的排序对象是数字 所以说 如果你要对这个字符串 进行排序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sought命令之后 加上一个alpha才可以 加上一个alpha 才能对于我们这个字母 按照字母的一个ask komma的顺序来排序 那接着可以来试验一下 我们再来写 l push一下 test sought 2 写成一个 abc test 1 test 2 king king 加上一个 正 student 就随便写的 好 现在如果想对字母排序 你看你直接写上一个sought test sought 2 默认是对数值的 这时候会报什么呀 error when or more scals can't be converted into double 他告诉你了 不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个数字 再来进行排序 那这时候你想对于我们的字母 或者说字符串 按照ask 马的顺序排序呢 需要加上一个alpha sought 加上一个test sought 2 排序 alpha 这时候呢 就会按照我们这个字母的一个ask 马顺序 进行排序 你看到排序的结果 abc king queen test 1 这样的效果 按照字母的从小到大的顺序 接着你讲从大到小 是不是就反过来 加一个dnc 就可以啊 从大到小 也可以 多了一个什么呢 alpha 这样的效果 当然呢 也可以 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字符 来进行一个排序 那对于我们的汉字呢 我们redis 只能识别我们的eotf-8的一个编码 也是按照我们这个字母的一个顺序 ask马顺序 来进行排序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看到 现在的排序呢 都是对我们这根元素中的所有值 进行的一个排序 但是排序之后 我只想得到我们结果级 讲说这是我们的结果级 中的前几条记录的话 就像我们这个circle中 是不是有这个limit 同样的 在我们的这个salt命令中 你也可以跟上这样的参数 使用limit 来限制我们这个返回结果 好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怎么来使用的 我们还是 l push一下 test salt3 a bc d 多添加几个值 好 一次添加了这么多个 成功 22个 那现在你排序之后 写上个salt test salt3 arpha 你看到 效果出来了 是不是得到了所有的记录 那你只想返回一部分 我们就可以加上limit limit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你可以来试验一下 那现在limit呢 同样的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偏移量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返回几个值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我们可以来写一下 假如说你只想得到前五条记录 这时候就可以写上salt test salt3 接着limit一下 写上一个 0 前五条 注意 其实点还是从0开始 五条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偏移量 偏移量 那前五条呢 应该是12345到4的这一块 没有加排序啊 dinc dinc salt test salt3 是不是salt3 没问题 这里是不是有我们的自负串 少加alpha啊 不是dinc 这是降序 alpha 你看到 得到前五条出现了 122334 这样的效果 得到前五条 其实点是从0开始 你可以这样来写 alpha limit 0到5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让它降序的效果 把它简单一复制 再加上一个降序 dinc 这是一个降序的效果 好 最后排完之后 你看 nmlkj 这样的效果 nmlkj 这是降序的效果 也可以 可以通过limit 来限制我们的这个返回的这个条数 那接着再往下 那现在排序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都是根据什么呀 根据我们这个值来进行的排序 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web的key 进行一个排序 使用我们的webkey 这个数据作为我们的权重 来代替我们默认的直接 根据我们的见值进行的一个排序 这种形式 也可以 第三个 根据webkey的权重 进行排序 因为默认的 我们是按照这个见值的方式来进行排序的 那现在呢 假如说你要想按照web的一个key进行排序呢 也可以 那是可以通过什么呢 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key 进行一个比较 那首先呢 我们来插入几个记录啊 还是来测试一下 写上一下这个 l push一下 第一个用户 假如说我们写上一个用户列表的形式 uid1 接着呢 再一起来写 设置一下他的名次 username 1 是一个admin 接着再来设定一下这个用户的level 等级 1 假如说分数是 等级是比较大 9999 没问题 成功 再来设定第二个 l push一下 uid2 set一下 user name2 写上一个key in 接着再set user level 2 写上一个800 同样的再把它稍微复制 我们来几个用户就可以啊 来四个用户 来五个也行 三 qu1 是600 4 再改一个jack 300 接着再来一个5 接着再来一个5 先剩一个rose 850 860也可以添加了这么几个人的信息 好 你看到我们这个啊 uid中有了这么几个人 没问题 那现在呢 你想排序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可以sought一下uid 你来试验一下 sought uid 12345 没问题 默认的你看到说按照这个 uid建制的一个声序来排序啊 对吧 12345 这是没问题的 那现在呢 我们想按什么呀 我们想按照我们的外部的一个权重 这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by选项 根据谁来排序 现在我们不想根据uid了 对吧 我想根据谁呢 我想根据用户的级别 想根据这个分数的大小 经营排序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来写 看好了 默认的你是根据uid来排序的 sought一下uid 按照键值的一个声序来排序 这时候你要想根据我们用户的级别来进行排序了 你就可以sought一下 sought写上uid by 根据这个by参数 它是按照其他的键的元素来进行排序 按照谁呢 按照一下我们user level 那它的形式呢 都是user向下线level 不同的是12345 写成一个信号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的 当然呢 你需要这个是有一个特性的 你用的是user向下线level信号 可以 那假如说你这块用的是冒号呢 同样的也是冒号加成一个信号的形式 来进行的一个排序 那现在你再看排序的结果 和刚才就不一样了 刚才是12345 那这时候你看到 43251 最小的是第四个 接着最大的是第一个 看一下第一个等级是不是分数 是不是最大 对吧 9979 接着第四个最小 300确实也是最小 可以根据谁来排序 根据by加上你这个外部的一个键 那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个站位符啊 对吧 他首先呢 先取出我们uid中的这个值 接着呢 再用这个值 找出相应的键 假如说第一个用户是1 uid是1 再根据这个1 来找出这个userlevel 对应的这个值 9979 再根据这个值 来进行一个排序 这样的效果 这也就是根据什么权重 根据外部键的一个权重 进行的一个排序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所以说呢 我们不一定就按照我们 默认的这种形式来进行排序 你也可以通过by参数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这样的形式的一个排序 也可以 当然了 by一个也可以 by多个也行 by多个也行 我们在后面再加 好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排序的结果 取出我们相应的键值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我们想取出相应的键值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排序结果 可以这么来写 根据get参数 第四个 根据排序结果取出相应键值 根据我们这个get参数就可以 sout一下uid 对吧 那现在排序之后 默认的是不是只取出了 我们的这个12345啊 根据这个uid用户的编号 12345升取的效果 那现在呢 你还想取出对应的一个用户名 或者说用户的等级 就可以通过get参数 get一下 user name 同样的也是一个站位服务 它的形式这样的 你将取出它 好 来实验一下 你看到取出来了 第一号 其实呢 还是取出uid的值 找到这个用户之后 再取出它的这个名字 我的命 king queen 放到这儿 就不是得到这个12345了 就相当于我们根据id 找到用户名一样 就这样的过程 那你可以取出它 当然呢 你也可以取出其他的 也可以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再取一个 user level 型号 user level 型号 这样的形式 你看到 取出我们的一个分数 也可以 但一般呢 我们会组合使用我们的by 加上我们的get 对吧 直接呢 让我们的排序结果 更直观的来显示出来 那现在呢 假如说你想根据谁来排序呢 我们想根据 我们sout一下 uid by 像user level 型号 再得出谁呢 得出它相应的用户的名字 叫一个user name 型号 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一般它们两个组合起来使用 好 你看到 按照我们这个用户等级 排序的结果 取出了用户的名字 这样的形式 要比我们直接通过我们这个 像直接写成这个user level 没有得出它的名字 这样的形式 要直观的多 对吧 直接看到了哪个用户 而不是看到这个编号 因为说4 你知道4代表了哪个人吗 你也是不知道的 同样的 也可以 也可以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 获得多个web的键 也行 对吧 获得多个web的键 也可以 那形式呢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多个get 像我们刚才只得到了这一个 我们再稍微一下 uid get一下 user name 型号 你还要得到 get一下 user level level 信号 这个得到了多个 那返回的形式 用户名 分数 用户名 分数 也可以 这种效果呢 也行 根据你的这个 根据你的需求 来写就可以 那接着呢 在我们的get 这个参数中 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使用 警号 获取被排序的 这样一个 键的值 那这个警号呢 我们也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你再加一个警号 get一下警号 我们先得到一下 这个键 对应的这个编号 你看到 它的编号是 12345 这样的形式 从大到小的一个 不是从大到小 我们没有排序 假如说你想排序也可以 我们在这来写 像sort uid 接着你想得到一下 像username 小写信号 包括 get一下user level 这是我们刚才写过的 那现在呢 你也可以得到 多个 得到多个 还可以得到 我们的一个根据 警号 来得到这个 对应的排序的 一个键的值 接着你可以来试验一下 uid get一个警号 再get一个user level level 信号 再get一个user name 内信号 这样的效果也行 那这个警号呢 就会得到这个人 对应的这样一个编号 你看到 1是谁 那现在你想排序呢 也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根据 by user level 信号 也可以 结合起来使用 好 成功 你看到 最小的是谁 接着最大的是谁 带上了我们这个编号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要给一个不存在的 你要这个败选项 是一个不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值 这时候呢 它就会跳过我们的排序 直接来返回我们的结果 这一点 知道一下就可以 简单 试验一下 sort一下 uid by一个什么呢 by一个test 或者是 no exist 好 来试验一下 那它直接来返回我们的结果了 跳过我们的排序了 你看 54321 54321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也需要知道 但这种用法呢 单独使用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我们但可以用这种用法 配合上我们的 gad选项 我们可以在不排序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获取多个 外部的键 对吧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在我们sirco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什么呀 我们可以 想获得多个表中的字段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 对 用连接 那这种形式呢 就和我们的连接差不多 对吧 你就不排序 直接获取我们的值 你就可以这么写 好 接着 gad一下 假如说警号 接着再gad一下 userlevel 就不排序 userlevel 信号 包括 gad一下 user name 信号 因为没有这个键 你没有办法 根据这个 web的这个键的全值 来进行排序 就相当于不排序了 只是简单的 把我们想要的这个 拿过来 就相当于我们sirco中的 这样一个连接的操作 连接的操作 也可以 这一点需要知道 需要知道 好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除了可以对我们的 一个字符串 进行排序 对吧 对于字符串进行排序 还可以呢 还可以使用我们这种 像我们可以对什么呢 像对这个集合 也可以 对集合也可以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对集合 我们也可以拿这个 哈希表 作为我们这个get或者byte参数 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再来 一个人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集合里 对吧 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哈希表中 都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hm set一下 user info 1 user info 1 写个user name 我等米 level 写成一个 假如说还是 1000 接着hm set一下 user info 2 user name 还是 啊 team level 写成一个 999 简单的复制一下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来带你验证一下 啊 我们这个哈希表呢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get 或者byte的一个参数 啊 那接着我们再来 稍微改一下 team 1 team 2 777 90 一共这四个用户 没问题 写完之后来 执行一下 好 成功 接着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但你在写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要获得谁呢 你要排一下 排一下我们的用户名 soud一下 uid 根据谁呢 by一下 by一下 user user info 你看到是有特点的 也是我们的站位符 根据这个user info 根据我们这个哈希表中的哪个字段进行排序呢 你可以来得到我们的字段 访问哪个字段 假如说根据level来排序 有点像我们这个对象 或者像我们的数据的访问方法 都一样 根据谁来排序 根据level 你看到得到的结果 三四五二一 这样的形式 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你想根据谁呢 我想根据一下我们的名次进行排序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接着呢 可以通过by 看 根据by 加上我们这个哈希表中 根据哪个字段可以 同样的get也行 get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试验一下 还是thought一下 接着呢 我们想得到哪个呢 假如我们要get一下 userinfo 新号中的这个名字 username 就不是显示那个ID了 显示的什么呀 名字 userinfo 新号里边的username 那现在看到 只得到了一个 的me 和一个king 二 现在是不是都是改了 只有两个呀 应该稍微改一下 三 四 成功 再来执行一下刚才的 那现在你看到 我的me king二 king一 king二 接着还有一个 neal 这个我刚才稍微 改了一下 改了一下 好 那接着再往下 你也可以得到 可以把它们两个 结合起来使用 thought一下 uid by user info 新号 根据谁呢 根据level来排序 再得到一下 get一下 警号 再get一下 接上一个user info 新号 根据谁呢 要得到谁呢 username 也是可以的 来看 得到了我们这个键 包括得到了我们这个 用户的名字 按照谁呢 按照分数来排的 按照分数来排的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看到 得到的结果 五名字 对吧 得到这两个 一个是id 一个是名字 对吧 按照我们的level 来进行的一个排序 也是可以的 好 那现在排序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的排序结果 保存起来 那将保存起来呢 也可以 可以通过一个star参数 好 再往下 第五个 将排序结果 保存起来 想保存起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star参数 来保存我们排序之后的一个值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保存呢 我们还是来写一个测试 好 来l push一下 或者是r push一下 都可以 写上一个test sort 几了 该 该是 三 四 写上一个 一 二 五 八 九 二十 对吧 就是再r push一下 test sort 写上一个 四十三 随便写几个 五十六 九十 一百二 好 那接着呢 像我们这个 列表中 插入了这些值 l 认识一下 test sort 四 零 负一 这是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 那现在你看到 默认的 它是按照这个 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 来排列的 也没关系 那现在呢 我想让它按照 从大到小 来排序 是不是应该写上一个 sort 一下 test sort 4 dnc 好 那这是直接显示我们的结果了 假如说 我们想把这个排序结果保存起来 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start参数 sort一下 test sort 4 接着 start dnc start 指定一下 保存到哪呢 写上一个 sort iess 保存到这里 iess 4 实验一下 成功 成功之后 你看到这个结果中 这个列表中 这个结果中 保存了10个元素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l认识一下 sort iess 40 -1 保存的就是我们的排序的结果 排序的结果 保存起来 也可以 对吧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tart 来实现这么多功能 那接着你看一下 在start中 我们用过哪些 可选参数 是不是有好多呀 像我们的这个bar get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 start 对吧 来保存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sort的这个参数 来给大家写全 在用的时候呢 根据你的实际需求 来进行使用 就可以 sort一下key 接着呢 你可以根据谁来排序 by parted 对吧 根据谁来排序 也可以来限制我们这个 排序之后的结果集的显示条数 limit offset cont 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偏移量 第二个呢 代表显示几个 那同样的 也可以得到 像我们的这个 根据谁来排序之后 得到另外一个表中 想说你得到一下这个名次啊 包括level 可以根据get 再加上我们这个 你想得到的这个模式 也可以 可以得到一个 也可以得到多个 再写get就可以 这样的消失 好 那接着呢 还可以 再加上 像我们排序 默认生序 也可以是 降序 包括 你要按照字母排序 alpha alpha 这样的形式 最后想保存我们的排序结果 写成一个start 加上一个destination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这个start命令呢 还是比较好用的 而且在实际应用中 用的也比较多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来试验一下 跟我们排序相关的这些内容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